小孩都是爸妈的心头肉 但是再来看到这样的爱女心切 让人是不敢恭维 我们就来看到这名酒醉的妇人 今天早上呢就到卢州传一家早餐店 大吼大叫的 要求跟老板娘当面对职 原来是她的女儿在早餐店打工 疑似被油喷到烫伤 那么她因为不舍女儿受伤 就到早餐店里乱 还要求女儿要当场离职 而整个画面呢可以看到是相当混乱 她甚至乱丢三明治 来当作武器 一大早生意已经忙不过来 没想到来者不是客 而是一名浑身酒气的妇人 站在早餐店门口大声咆哮 人警到场 但妇人情绪越来越激动 妇人的女儿更是看傻了眼 因为自己就是早餐店员工 母亲却跑来工作场所 对老板娘大吼大叫 店家透露 李太太的女儿在早餐店打工两到三个月 疑似日前被油溅到烫伤 夫人认为店家欺负女儿 23号上午9点多 趁着店家营业上门理论 李太太还开口要以一千元买三明治 店家认为夫人闹事翻遭她怒杂三明治 回到事发店家位在卢州长安街的早餐店 每天生意下下酒 顶家万万想不到 这回不是奥客上门 竟是员工的母亲大闹早餐店 还要求女儿当场离职 老板娘说 头一次碰到这种事 真的百般无奈 解释刚知张美兹 新美食报道